這個火太小了吧 我可以放棄嗎 是 對 外帶是200,對 好 所以你要測我40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因為他派對上去秀220 沒關係 對不起 那是220 對,那是外帶是220 外帶用會... 你點的單子都拼在哪裡 這邊 這邊 在旁邊 這邊 因為我想說他們這樣... 好,OK 有,我剛剛有... 季亞,你有幫我看一下薯條嗎 湯先生,幫我 你要戴防燙手套 是喔 好 牛... 牛... 欸 有沒有礦泉水啊 這麵很容易乾掉耶 不攪都不行耶 C餐,C餐,C餐 哪要上菜喔 燙喔,小朋友小心喔 這個是煙的 煙的還要把蛋黃分出來 我看 我的麵包也沒有人幫我顧 還有我的薯條 C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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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C是什麼 來了,我來 你幫我裝飯 微的 我來,沖 你裝 我薯條 我的薯條 飯裝這裡 加油 有什麼 怎麼會一團亂啊 對,就這個湯匙了 沒有湯 怎麼辦啊 沒有辦法再分蛋了啦 沒辦法 跟他們說不好意思 好 他明天最好有時間 越健 我看他越來越健 好,那就是直接加蛋下去了 你好,我幫你吃 你們是有點微餐對不對 對 還是娜妹跟微餐 還有一個西餐 好,OK 請 請 再燙一點 因為不然蛋很難熟 抱歉喔 這可能要等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新手 新手 新新手 煮的東西 不一定很好吃 不過也是很生意的 不錯喔 湯不錯 我覺得肉還不錯 很嫩 那個薯條藏在下面啊 因為西部也很好吃 感覺 感覺雖然沒有脆 但是感覺滿好吃的 真的喔,OK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0號猜一個C餐 C的什麼 C牛 C牛 來了 來了 C牛 好 好 0桌解決 終於解決一桌了 我太小了是不是 超小 就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我已經開始很大 他是這樣 噗 噗 噗的感覺 噗 好 來,快喔 Yeah 找一個威牛跟那個 那個娃娃先走了 不要走了 為什麼 明天要上課 對,他明天要上課 不要上課 明天要上課 明天要上課 明天要上課啦 他明天一早要上課 謝謝你的協助 好 謝謝你 好啦,拜拜 希望下一攤還可以繼續來 好 好啦,小心喔 拜拜 小心喔 好,OK嗎 可以嗎 好 要來 要來喔,你是什麼菜 什麼餐 辣妹牛 辣妹牛幾個 然後一個 然後威牛一個 威牛一個,辣妹牛一個 你... 威牛一個 威牛一個,辣妹牛一個 都還沒翻桌耶 什麼啦 我說還沒翻桌 結果還沒換下一輪 威的 哇 好,再一個台 台,對 這邊我來 蛤 沒有要煮喔 蛤 二號是辣妹雞外帶耶 辣妹雞外帶耶 辣妹雞外帶喔 外帶,辣妹雞 辣妹雞 雞耶 雞排好了沒 還沒 火太小 把所有肉在那邊煎的話 然後你把麵包所有在那邊烤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 可以 10號 謝謝 妳要沒用的 外帶有沙拉嗎 沒有 外帶都沒有附餐 所以它少了20塊 謝謝 妳要吃我送給妳 不用 對啊 因為我們要趕高鐵 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有結帳了 好的 我們是18號的兩牛三豬 都是餵餐的喔 兩牛 兩牛三豬快喔 快喔 快要趕高鐵 還有兩根 這牛三豬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妳的 10號 10號 你要內用的 你要內用的 對啊 東西給菜人吃 對 就要給他限量時間嘛 第一輪還沒好 第二輪要等到11點喔 對 不好意思 第一次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好,不要生氣 我請妳喝一碗綠豆湯 好 OK OK 吃牛好了 這個餐廳複雜 複雜對 這個餐廳真的有點複雜 對啊 看起來真的很簡單 但是並不是 因為基本上是耳朵要打開 然後再來是熟度也要 拿捏好 真的太難弄了 就是 而且我們的分工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 因為各種各樣的套餐 然後我們 你們今天品嘗太多了 太多了 對 就是沒有辦法一個很 完整的 樣子 早上回去就已經很晚了 今天還要那天早上 還要起來 還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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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要下灘的時候 就覺得 哇 這個真的是很難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 對做生意的生意人 尊敬 非常尊敬他們 今天我覺得是 就比上次還要再更差 對 像剛剛的背的料 其實剩下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很浪費 然後 出餐的速度其實也 很慢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要想說 啊 現場這麼多人站來 你要跟他們打擾一下 更會讓他們騎腳 這麼無聊 就是 心裡還是默默一直在講 就是 絕對不能放棄 只有你一個人 鬆懈了 那 落單的是你 你會害了整個團隊 也只能堅持下去 所以之後就是 好像要分清楚 工作的劃分 最後好像變成是 什麼都會 但是什麼都 不對 這是我覺得 今天最大的問題 喔 可能今天蒼鮮的到來 對我來講 是最興奮 跟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 跟我們一樣都算是新手 但我覺得他 Cover的非常好 我不是來賓嗎 我只是來協助他們 欸 大家都問我 要衝了 就說 就是好像 欸 我先去做 希望他 不會因為這次 嚇到 而再也不想 跟我們合作了 但是我們真的很需要他 希望他可以 再來 我們下一場 接受我們挑戰 尤其是賣滷味的那個大哥 他很貼心 就 跟老闆問說 欸 哪裡 有糖果酒 倒茶 他就帶我去 吉隆市場 還有借到洗碗金 什麼的 就是真的 彼此那種幫忙的感覺 非常好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台灣人的認真理 就是 好想 我除了大沙缸 大家就願意跳出來 也不吝嗇的 就是把自己 有的東西借給我們 這麼多人在等 然後我想說 不好意思 人家等太久了 東西都沒有弄好 那該怎麼辦 我昨天真的回去 都覺得我的右手 都已經好像不是 我自己的手一樣 擺這個攤 要賺這個錢 要養一個家庭 確實非常辛苦 每一個擺攤的老闆 真的辛苦你們了